理财APP 其实就我们的观察来说的话 因为台湾的一个消费属性上面 它有个比较特别状况 就是说民众他在一些所谓的知名的民店 或者一些地标型的商场在开幕的时候 他们会相对的比较积极的去做一个消费 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在观察这样子的一个标的 真正的一个商机或者说整体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状况的话 大概都会比较倾向建议 大概真正是在三个月甚至于六个月之后 再来去做一个观察 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准确 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南山广场这个部分 那它确实在目前来说的话 可能是相对而言一方面具有话题性 那二方面来说的话 它确实招商也招得不错 有一些比较知名的餐饮业者也因为这样子的入住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确实是相对比较吸引到很多年轻消费族群的目光 那当然在消费力的一个部分 也会让很多人展现 就是很惊讶于这种年轻族群的一个消费力的展现 是 所以店面热度是不是也再度加温 还是要观察三到六个月时间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说因为特别可以看到有一些所谓的排队名店 那这些排队名店它真正的一个 刚开始在开幕的时候 其实整个一个所谓消费的一个状况 排队的状况都相当的火热 那很多的 但是有很多的名店 它可能在半年或一年之后 它就没有这么多人排队 那甚至于就是虽然是风光开幕 但是会黯然退场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以这种所谓的一个商场型 或者说个别名店型的一些商家来说的话 我们会比较建议去做一个相对长时间的一个观察 会比较准确 但是因为男生广场来说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它相对也会有一个程度的一个特殊性 一个部分来说的话 当然它的一个所谓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还有造进一些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些名片进来 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像新议计划局现在大概是全台湾最百货 百货最集中的一个商权 所以其实很多的无论是在地的年轻人 或者是说观光客 他们其实是一定会去做一个造访 那当然南山广场的一个进驻 它一个程度上面也显现了 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台湾的百货的一个竞争里面 它会更加的一个白热化 是 维峰南山它的店面租金大概是多少呢 其实以百货公司的一个概念上面来说的话 多数是采取所谓的一个包底抽成的做法 它会跟街边店会有一个程度的落差 因为其实如果说是以百货公司来说的话 它会要求进驻的厂商 可能会有一个营业额的一个限制 那这个营业额就是你要达到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抽成的这个 就是你至少要达到这个营业额 那你达到这个营业额之上的时候 那它会再针对这个营业额之上的这个收益 来去做一个抽成 所以其实我们在说百货公司在讲租金的时候 一般而言我们并不大去讲租金 因为在模式上面来说的话 多数会去采取我们刚刚讲的包底抽成的模式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是有一些真的比较特别的店 比如说像他们可能去请来海外的一些业者 或者是说像各位看到的一些精品 那像这些店家的话 百货公司本身他们就会给一些特别的优惠 比如说可能装潢期啦 或装潢补贴啦 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条件 那这个可能跟我们一般在街边店上面认识 就是一瓶多少钱 它相对而言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落差 那当然很多人也会问说 那这样的话如果包底抽成听起来压力好像没有那么大 其实并不一定所以就是如果说是一些想要进入百货公司的话 可能在这个事情上面要先去做一些评估 是新一区开店热闹滚滚 不过反观台北市东区则是有些落寞 好像有点王小二拜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味道 到底东区店面线的行情怎么样 其实我们东区店面的一个平均租金来说的话 大概在全盛时期一平的租金可以到两万五到三万块钱 那当然现在来说的话 因为东区的空市率算是目前一线商圈里头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其实在租金的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现在平均租金大概在两万到两万五 那甚至于有一些案子 因为它可能面积比较大 空市时间比较长 还会有一些可以讨论的一个空间 那刚刚主持人你有提到就是现在人潮好像都会往这个所谓的一个新医区 或者是往西区走 反正东区相对而言比较落寞 那当然我们推步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确实可能东区在这几年因为租金太高的关系 排挤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承租者 那当然整个商圈的统质化就会相对而言会比较高一些 那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具有吸引力 那二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东区其实还是会有 还是有这种比较强势的百货公司 它的极客力是比较强的 那当然对于街边店来说 它可能冲击上面就会稍微大一些 是南台湾也来看到比较热门的夜市 像是六合夜市和瑞丰夜市 最近有部分摊商趁着生意好转 不但吃的东西涨价停车费也涨 这场有道理吗 高雄夜市附近的店面有机会因此而发大财吗 其实就我们现阶段的观察来说的话 其实不可会言确实在去年选后 在高雄的一些商用不动产的部分 无论是办公室或者是店面的部分 那甚至于一般住宅的部分 它的一个询问度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很多都是来自于外地的一个客人 因为他们会认为高雄相对来说 它的一个价格比较便宜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未来的一些潜力 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些投资者 会比较机器的去做一些进场 可是其实就我们现阶段的一个观察上面来说的话 因为虽然市长才刚上任嘛 很多的政策跟建设还没有去做一个到位 所以其实确实有一些 我们这样讲就是在地的一些人士 可能特别比如说是摊商啦 或者是停车场经营业者 那他们趁着这些所谓的一个高雄的话题的热潮 来去做一些调价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会比较保守看待 因为其实在这种所谓的一个商用不动产投资 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 他大概就是看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像这种所谓的一个商用的部分 最在意的就是租金的收益 他的租金收益能不能够去做一个 长期而稳定的一个收益 那会不会就是租到我买了之后 租到一阵子就租客没有办法经营下去 那就会影响到我的一个投资报酬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标的 他未来在转手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增值的空间 那当然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除了这个所谓的增值空间之外 他是不是未来可能有一些规划 可以让他产生一个不一样的风貌 那当然这些部分 他其实关键都在于 就是整体的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 就是健康或者说他一个表现 那如果说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现阶段真正基本面落实的部分其实还没有 所以其实对于一些业主来说的话 他们可能看看之后 那再这样价格又相对比较不好谈 他们也许就会比较却步 其实最近一年来 在新北市高价店面市场爆出两匹黑马 一匹是夏新庄 另外一个是林口 这两个地方的店面 为什么会一经突起呢 好其实我们这样说好了 当然一方面来说的话 现阶段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一线商圈 因为很多百货公司建筑 所以其实这边店相对比较萧条 可是在不动产市场里面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期待 我要买一间店面去做投资 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就会有一些新兴的一些区域 或者是说可能过去相对而言 话题比较没有热的一些区域 没有那么热的一个区域 因为他人口 但是他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人口的进驻 那他这种所谓的二三线商圈 他反而会变成一些所谓投资者 比较在意去选择的一些区块 因为这些区域来说的话 第一个他的店面的总价不高 大概都是在五千万以内 那另外一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他虽然总价不高 而且他的投资报酬率很多 都到两%到三% 那再加上就是很多都是住宅型的一个商圈 那这个区域里面多数是在地的一个资用的客户 所以其实他们会觉得收益相对比较稳定 那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现在是一些保守型的投资人 他们主要的一个选项 所以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像是A上新庄 像下新庄啦 或者是领口 他因为最近几年推案的一个关系 那很多的一些自用的客户 他其实是陆陆续续的去做进驻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区域的一个消费力 他相对比较稳定 那可能店家也经营的下去 那当然店面上面的一个交易 他就会有市场 不过2018年新北市一级行政协 店面成交价是不是大不如前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因为我们这样说好了 房地合一上路之后的话 其实比较残酷的事情是 我们现在做一个 所谓的不动产的一个买卖 他可能获利没有像以前这么高 那再加上就是说店面的一个投资 他本身在资金的压力上面 他会比较大一些些 所以其实有一些投资者 他会觉得说 那我与其去赚这个3%4% 或者是说更低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我不如去选择 比如说股票市场 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 其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财务上面的一个操作 来去做一个获利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可能没有一些资金的一个价值 也会造成这个 所谓的一个价格没有办法点高 那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问说 那我如果说投资店面可能有一些部分 在资金的部分是特别要去注意什么 我们其实大概会提醒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通常店面的一个购置 它的一个贷款的层数 会比一般的住宅来得低 那大概会低一到两层 所以你的一个资金的部分 我们会建议相对比较充足 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店面 它在出售的时候 它是用投资报酬率去做一个包装的 所以其实如果说用投资报酬率去做一个包装的话 那个价格单价的部分 会其实会比市场的行情稍微来的贵一些些 所以我们会提醒 就是你在价格上面的一个出价的时候 除了同时看这个投资报酬率之外 你大概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周边的一个店面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行情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店面 它本身是带租约的 可能要看清楚这个租约到什么时候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一个租约 它其实是一个短租的一个租约 那你要是乘租到 就是买到这样子店面来说的话 等于就是买到一个烫手山芋 之后会相对比较麻烦 是 嘉欣你刚刚提到说 用投资报酬率来包装 是不是举例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这样说好了 因为如果你说像是 投资报酬率3%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投资标的来说的话 它虽然每个月的一个租金相对 看起来是还不错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回推回你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单品的一个价格 它一般的一个价格都会相对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去做一些提醒 是 那如果说投资人 他想要乘坐的是店面的话 有没有什么要值得注意的 其实如果说是以一个投资人 他想要去做一个乘坐店面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大概会提醒几件事情 第一个的部分来说的话 就是店面它本身有分我们所谓的行话叫做阴阳面 就是愿意走的路段跟不愿意走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第一个部分 你是应该要先去亲自去观察 这样子的一个店面 它到底是不是有人流 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店面有分文室跟武室 那文室的部分来说的话 可能会比较适合一半 就是你如果说走动的一些客人 那时候可能比如说捷运在附近 因为有很多的一个人潮 所以其实它可能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它比较可以去做一些小买卖 那当然另外我们讲讲 无视的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它可能是类似像是批发市场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上面来说 虽然同样是店面 可是它的一个效益不一样 那你出租的一个客户也不一样 这个可能都必须要来去做一个 实地上面的一个了解 好 今天非常感谢 住商不动产器人士徐嘉欣经理 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谢谢嘉欣 谢谢大家